你聽過古曼彤嗎 這是一種泰國的神祕法術 據說供奉之後 可以替信徒實現任何願望 台北一名從事餐飲的韓先生 創意之初 戶頭一度只剩下50塊錢 就在他請了古曼彤回家之後 事業開始蒸蒸日上 據說連藝人張博之 也供奉了四尊古曼彤娃娃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節目首先 帶你揭開古曼彤的神祕面紗 鞋匠小鬼古曼彤 這幾個關鍵字一串連 往往會牽扯出一連串恐怖畫面 古曼彤是一種神秘法術 由泰國的和尚法師 取自嬰兒的絲料製作而成 據說供奉後可以替信徒 實現任何的願望 但是卻也有可能付出 相當大的代價 據說供奉後可以替信徒 爸爸古曼彤反噬的案例不深枚具 甚至有人因此葬名 就連恐怖電影也來取材 但既然有這樣的風險 為何還會有人請古曼彤 回家供奉呢 因為古曼彤有著一股神秘的魔力 個人認為是真的很認真在做事情 但是我缺一個拉一把的貴人 但是沒有貴人要拉我 就是千里馬沒遇到伯樂這樣子 那我就好吧 求人不行 我就求神 求靈這樣來幫我 製作披薩餅皮的師傅韓先生 努力工作之下 現在累積了不少客戶 但回想打拚的初期 卻是相當的淒慘 就是因為沒有錢可以吃 有的時候只剩下50塊錢 然後我那時候是 有的時候是吃麥片過日子 努力打拚拚到人生谷底 所以他就請了一尊古曼彤 回家供奉 只要每次拜訪客戶 韓先生都會站在門口 先跟口袋裡的古曼彤說說話 小旺 我幫他取名叫小旺 爸爸現在要去開發這個餐廳 那請你幫我 讓這邊的老闆 這邊的師傅 可以喜歡我們家的產品 一開始都只有六間客戶 那慢慢一間一間不斷的累積 那他們也真的很幫忙 後來就越來越好 到這個月會破百家 除了工作上了軌道 一旦大難臨頭時 韓先生的古曼彤 似乎也會幫他 很胸脫疾 有一次 韓先生遇到了一個大客戶 而且還對他下了一個大訂單 但對方要求 先出貨再付款 韓先生想說 反正對方是連鎖大餐廳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一口答應 但沒有多久 心裡突然有個聲音 對他提出警告 他認為那個聲音 就是來自自己供奉的古曼彤 小王 突然有一個訊息 像LINE一樣叮咚 告訴我 進我的腦海裡面 告訴我說 你不要跟他們合作 那個訊息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來到你的不相信都不行 我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跟你們合作這樣子 過兩個月不久 就真的兩個月 整間餐廳收掉不見沒有了 拒絕後沒多久 原先要合作的連鎖大餐廳 瞬間倒閉 負責人也跑路了 差一點點韓先生的50多萬 就跟著跑了 像這樣心電感應 化險唯一的事情時常發生 讓韓先生更深信 古曼彤有著一股 難以解釋的神力 類似的不可思議事件 也發生在另外一位 楊小姐身上 剛交一個男朋友 然後還不知道他好不好 所以我就問古曼彤說 可以告訴我媽媽說 這男朋友是 是不是值得交往的對象 一開始楊小姐不知道 眼前的這位男人 是真命天子還是愛情騙子 所以他就問問古曼彤 但就在問完了當天晚上 楊小姐開車回家時 明明就是開了好幾年的路 楊小姐竟然開錯了 然後就有一天我自己開車 然後就開到一條 我平常不會開的路 看到我男朋友的車 停在那個大樓樓下 然後就覺得奇怪 楊小姐意外發現 男友的車怎麼停在 陌生大樓的樓下 但是剛剛男友才傳簡訊跟他說 人已經到家了 他起疑追問 男友才攤牌 的確楊小姐並不是她的唯一 我覺得是古曼彤明明在自音我 說這個男生不好 問完古曼彤當天晚上就開錯路 意外撞見男友的謊言 這讓楊小姐對古曼彤更加謙生 有趣的是 多年參拜之下他也發現 每一尊古曼彤都有著 不同的個性和喜好 對 他特別喜歡吃 星巴克的蛋糕 每次只要供星巴克的蛋糕給他 他就會 願望就會特別容易實現 比較快實現 兩個故事聽下來 古曼彤似乎真的很神 但古曼彤到底是什麼 他是神嗎 他與台灣常聽到的養小鬼 又差在哪裡呢 如果是以小鬼來講的話 他最大的不同是小鬼 他在泰國是用難產 真正要難產的小孩 整尊下去製作的 那楊的古曼彤 他是師父用草藥 香灰等等 捏制而成 修法加持的 泰國宗教專家表示 古曼彤和道教裡 楊的小鬼是不一樣的 一般來說古曼彤有陰陽之分 楊的古曼彤 都是由寺廟的和尚 藉由神靈的加持灌入 效力較為溫和 但陰的古曼彤和小鬼 很有可能就是一些旁門左道的巫師 利用往生的嬰孩私下製作 而陰的古曼彤 跟小鬼最大的差別在於 前者是用些許的嬰孩骨灰 但小鬼必須要用完整的嬰孩胚胎 來製作 所以小鬼是三個之中 效力最強 反作用力最大 而且普遍最貴 所以通常古曼彤的量會比較大 但是鬼仔都只要歐名外 物以稀為貴難以取得 所以不少人退而求息一次 請陰的古曼彤回家供奉 但可別以為陰的古曼彤 就比較好駕馭 疑似遭到陰古曼彤 反噬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藝人張博之 最讓人折舌的是 疑似張博之的照片 一百多張照片裡 不但有特寫四集猥亵照 2011年張博之和謝霆峰離婚後 獨自扶養兩個小孩 他積極復出 但多次傳出態度不佳 耍大牌 形象重創 營造風波 婚姻破裂 心圖暗淡 但相傳 張博之可是養了四尊古曼彤 數量都可以湊成一桌了 禮當人生應該是多采多姿 但是怎麼過得如此多災多難 看在專業老師的眼裡 很有可能是這樣的問題 所導致的 他可能跟古曼彤許願說 他希望他這一集的電影 可以如期的上檔 那也非常的順利 結果他當初可能還願的內容 他沒有做好 沒有做確實 或者是說還錯了 對 才會造成他後面比較不順順 那等於就是沒有履行承諾 自然就會不好 到處許願 還願卻沒有踏實 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樣遭到警告 但也有人懷疑 會不會是張博之 擊敗的方式不對 各位同志請用飲料 保佑一切工作順利 謝謝 飲料 餅乾 糖果 或是小朋友喜歡的玩具 就是拿來供奉古曼彤 最常見的方法 但流傳有人 為了增強古曼彤的力量 用鮮血和生肉來餵 這是最大的禁忌 古曼彤是金佛彤 就是彤子 所以他本來就不是那種奇怪的 那種像洋鬼仔的東西 所以本來在泰國佛教裡面 就是不能用鮮血跟鮮肉去供奉 走火路 是人會走火路 人會招來不幸 或者是他自己會 那個思想會偏差 宗教的力量本來就是穩定人心 如果起了懷念想不勞而禍 胡亂供奉 思想本質就已經偏差了 就算沒遇到傳說中的反噬 往往最後都會自食惡果